欢迎收看金灵天下通膨怪兽是真的反扑了吗 美国最新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现在升幅都是超乎原本的一个预期 美国前财长桑莫斯就说 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的动作可能就不是降息了 还可能会因此升息 另外中国大陆在今天露骨新春之后开红盘 今天有上百档的个股是亮灯涨停 上阵也来到了2900点之上 不过这时间点却传出了现在新任的政监会主席吴卿 打算要来严查800家有计划要IPO的企业 市场也解读说这可能是中国经济 可能会接下来大地震的一个前奏 另外很多劳工退休之后 他们的退休金主要的来源是包括劳保还有劳退 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人 没有去领这个劳退究竟是什么原因 另外包括在股市债市以及在定存的部分 到底退休族要放在哪一个地方会比较好 还有太股大盘现在是在高档震荡 但是成交量却是萎缩的 这是代表追价的意愿薄弱吗 另外这个时间点如何去找比较低位界 而且相对比较安全的族群来布局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是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理财专家卉老子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前基金经理人温建勋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威良 我们看到美国的CPI PPI都是超乎预期的 所以前财长桑莫斯现在就说联准会的下一个动作 可能就不是原本大家所期待的降息 有可能会升息 先看一下最近公告的一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年增率0.9% 比市场原本预期来得高 那尤其是所谓的核心PPI 这个又是更重要的通膨数据 那么其实是来到了2.0% 那更明显高过于市场原本预期的1.6% 所以从先前所公告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到近期的PPI生产者物价指数 其实都显示出整个美国通膨数据 好像又有一点升温的迹象 那这个也被视为是最近导致美股涨多之后 拉回的关键原因 所以其实美国的前财政部长桑莫斯就提到 通膨之战还没有结束 而且让大家惊讶的是 今年其实大家都在讨论 美国联准会什么时候要开始降息 会降息 但他认为下一步政策可能是升息 而不再是降息 那事实上原本市场预期是5月份降息 那这个几率从原本大约达到8成以上 近期已经快速的大减 来到大概剩下两成左右的几率了 那反倒是他提出 有可能下一次的联准会会议是升息 不过事实上我特别把它整个论数 仔细的看完之后我发现其实包括桑莫斯他自己的看法里面也提到 升息的几率是存在 但他认为大概也只有15%的几率 所以大家也不要一下子被这个比较聪动的标题吓到了 不过美股涨多是事实 那其实我们进一步来看 发新银行也提到 其实CPI这个数据虽然很重要 就像我们刚才讲了 最近看起来有一点反弹升温 但是这背后推动的因素主要是粘性通膨 也就是打不下去的关键 其实是因为经济增长强于预期 我觉得这几个字真的就是非常关键 这告诉大家其实 既然美国的经济有一定的韧性 然后这个增长表现也是屡创夹击 所以让降息来救经济的必要性降低了 或者说把整个降息的时辰往后递延 那这个刚好就呼应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强调很多次 其实如果是连续性的降息 不要把它视为是利多 不要只想到资金行情 因为这代表的是景气有问题了 才需要掉点滴急救 所以如果经济能够温和增长 那避免就是衰退 然后又能够把整个降息的时间减低延 我觉得反而会创造出 多头行情的续航力 所以延后降息不见得是坏事 那至于说 其实这一次的整个PPI当中 其实为什么会高预期 有一个关键就是在于 服务业的成本调高 那我先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举例来讲 大家如果去剪头法的时候 这个撑不住这个物价压力了 终于调涨了 从一千块钱涨到一千两百块钱 那这种调高通常就一次性 你不会下个月去 他又告诉你又涨到一千五了 然后又涨到两千了 大家就不会去了 所以这种效应 它其实就是一次性的 那事实上经济学家克鲁曼 他就把它称之为叫所谓的原月效应 这里指的就是有很多的商家企业 其实他们在调高这个预算 或者说调高价格的时候 往往就会在新的年度的 一开始第一个月份 也就是原月份 直接可能就是把它一次到位 所以这不表示说 他后续每个月都按照 这样子的一个调幅继续下去 所以一月份的物价指数 通常可能会偏高 这个是一个季节性的惯性 但还觉得不用过度去解读 对 并不是一种恒常性的一个效应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美股涨高 然后开始有些震荡 那当然也算是一个 合理的消化卖压 不过值得留意就是 市场上高度期望就是 这个礼拜预定 二十一号盘后要公告财报的 AI之王就是辉达 那市场已经预期了 财报数据当然非常好 因为先前几家AI公司 都已经缴出了 这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那这一次分析师的共识 认为辉达的营收 将可以成长237% 获利更猛了 可以成长7倍多 所以他的财报 当然就是好到破表 但是重点是在于 我们发现 最近其实在美国市场 很多投资人 大量买进挥达的选择权 那因为选择权 是一个高度杠杆 而且通常是适合 短线交易的工具 也就是说 很多人已经提早 押注辉达的财报会好到爆棚 那如果真的财报好的话 首先第一个你要留意的是 他能不能符合市场的高度期待 因为这个大家对他的接受 这个预期已经比天还高 所以未来他只能更好 没有最好 所以能不能再点火AI族群 我觉得有点难度了 因为股价第一个已经先大涨反应 今年以来已经涨了快要五成 市场已经高度预期 而且这个资金都已经押注进去 那尤其如果是透过选择权 来押保的方式 我觉得反倒要小心利多 公告出来之后 会不会反倒是形成卖押 那毕竟就是说 我觉得至少他短时间之内 要靠挥达一家公司力量 再把整个美国股市往上拉抬 这个力量恐怕是比较艰辛的 好 不过在入股的部分 倒是让大家觉得 今天表现还不错 第一天开红盘 那么有上百档的个股 是亮灯工上涨停板的 而且在今天上阵 也是占回两千九百点之上 我之前对于入股的看法 就简单三个字 不看好 但是不等于看坏 这个逻辑上不一样 也就是说 当上阵指数跌到十年线以下 那这个其实都是 他长期的谷底 所以再大跌的风险有限了 但是往上涨的话 我觉得也比较没有 一个波段的空间 所以这一次强力救市 当然看起来有一点单脚反弹 但是目前他也就是仅止于在一个 所谓跌生反弹的架构 对 那基本上我们认为 其实后续来讲的话 还是要整个从官方的政策 配合资金 配合基本面来看 那首先讲到政策的部分 最近刚上任的政监会主席 吴清 那他最近就提出要严格来查 大概目前排队申请 要挂牌IP的公司有八百家 那这些公司不准你撤销 那现在他要一个一个来查清楚 包括还有那些 已经挂牌的公司里面 有没有财务造假的公司 所以现在整个入股上市公司 人人自为了 因为他说查出来之后 要让这些人牢底坐穿 而且倾家荡产 说中话话说得很重 大刀破斧了 那另外 其实根据这个数据来看 中国这个在去年 外资的直接投资金额 事实上是暴减到三百三十亿美元 这个是创下过去三十年来 最低水准 而且足足比上一个年度 大幅减少了八十二% 如果以二零二三年来说的话 我们整体到中国大陆投资 所占的海外投资的比重 只剩下十一点四% 那过去的最高峰 其实就是在这里 二零一年年 当时是超过八成 所以从八成已经是抖降到 大概只剩下一成出头 所有的比重 所以显然就是说 现在台商其实有更多的 这个生产基地分散在 不管是说 新南向的东南亚地区 或者说往欧洲 美国 日本等等 不过看起来 这个去重化 也慢慢反映在有些公司 因此反而营收获利 有找到新的一个成长动能 那值得留意的是 最近中国的一些 比较特殊现象 我们看到画面中这个是 这不是在外面公园 老人聚在一起下棋 感觉是在室内 这个场景是哪里呢 你知道吗 你仔细看他手上拿的是星巴克咖啡 原来这是中国的一家星巴克门市 而这个现象其实告诉大家 现在很多中国老人退休以后 没有工作了 那大家为了省钱 然后打发时间 就去星巴克耗一整天 可能点一杯咖啡 结果把这边当成了 这个围棋的竞技场 在这边下棋一整天 那这还有点一杯咖啡 有的人更夸张 那直接是占用这个资源 他带着自己的茶叶茶包 或者说自己的便当 然后去跟星巴克店员 要免费的热水来泡茶 这完全不花钱 然后坐下来吃便当一整天 甚至还有人看到 在中国有些门市 竟然还有什么 有人躺在那边 几张椅子并在一起 在干嘛 在文媒 是不是学海底捞 也有这种美甲的免费服务 不是啊 中国星巴克没有转型 那是有这个文媒师 占用了星巴克的门市据点 然后来做这些生意或买卖 所以店家也不好意思 请他们离开 对 因为有店员就反映说 你如果劝告他一句话 那些大叔大妈会骂你一个小时 而且到最后 他可能还被店长扣钱 那其实这个现象 最主要就是反映出 中国现在的这个老人 退休人口其实收入不足 所以能省则省 尤其是农村的老人 因为根据统计 中国现在大概农村 然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是有达到一点七亿名 非常非常多人 可是重点是他们的退休金 普遍只有一百到三百块钱 人民币 大家算算看 真的是心酸 你怎么过日子 因为这如果跟所谓的科级干部 来做比较的话 这退休金的差距 甚至上开一百倍 那我们讲 其实中国所谓的一个中产收入的人口 大概占四亿人 简单来说 他们的月收入是介于三千到一万五千人民币 这就是一般你要满足温饱的基本的一个收入 可是农村的老人这个退休金 是一百多块两百多块 所以难怪到星巴克去 这个不点咖啡 要个热水泡泡菜就算了 所以这个问题将来也是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另外一个大变数 刚才会让我们看到虽然露骨在今天农历年过后 第一次那么开红盘 表现感觉还不错 但是目前来看似乎也比较偏向是跌升之后的一个反弹 中国大陆的经济不佳 包括很多的退休老人为了要省钱 刚也特别看到就聚集在这个星巴克 那么在待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 不过在台湾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在台湾 其实很多这个民众退休之后 他们仰赖的这个退休的这个退休金的部分 其实在劳保或者是劳退 我们要请教贯老子 现在很奇怪一个现象就是 一般人都希望不用工作之后 赶快领到退休金养老 但是现在为什么 劳保局每年催领的人数越来越多 就是很多人他不去领自己的退休金 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从原本的四万下已经增加到了六万多人了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之前有劳工超过七十岁 他还没有去领自己劳退的这个账户 就是因为他多放了快六年的时间 光是分配的收益 就可以多出了五十万以上 所以我们要请教贯老子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 就是不要去领的话 反而会有不错的这个投报率 没有错 其实有没有 我们从那个劳退基金 他的所公布的那个每年的收益率来看 最近六年你要看 去年的话是十二点六percent 当然前年的话是亏损6.6 但是你在看在前年9.66 9.66 6.94 11.45 表现都很好 表现确实是很好 当然是因为受惠于最近的股市的关系 所以才会表现很好 让人家误以为说 我真的可以放 我就不要去领了 我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有这么好的报酬力 那是因为最近几年的股市大好 可是你如果说往前来推来看的话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你看又亏了有的6点多 1.5 甚至于之前只有1点多 所以我把它算起来 年化的收益率只有3.37% 这样看就还好 如果以年化报酬力来看 其实不到4% 没有错 你如果长期来看 当然你看短期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 最近几年是因为股市特别好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有一个错误的那种印象 觉得说收益率确实很不错 不过我在想 因为它有最低保证的收益 所以其实3.37%有没有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益 而且你看比起现在的定存 即便是3.37% 也比定存高很多 也比定存好很多 对不对 所以尤其是包括像储蓄嫌 也不会有3.37% 所以难怪 不会投资的人 他就把钱放在这里 但如果真的我要存退救金 就是会比较安稳的话 你会真的这样建议吗 我才不会 随随便便 我们再讲就是说 随随便便投资 你都能够获得这样子的一个 比他还要好的投资报酬率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 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最好的黄金比例 股票跟债券应该是5比5 各一半吗 各一半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如果说全部都放在股债 各一半的时候 感觉风险有点大 没有错 但是在错误的 就是在过去大家都认为 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 年纪大退休的话 你应该债券多一点 股票少一点 可是债券多的时候 那个投资报酬率是不是又被拉低了 然后风险并没有有效的被降低 所以要怎么做 就是要把它用定存 加上定存 然后让整体的资产变得很稳定 也就是风险变小 定存可是一般不是大家就会说 定存会被通膨吃掉吗 没有错 定存被通膨吃掉 但是定存也是一个风险的稀释剂 我等一下会举一个很明确的例子 让你看一看就是 我加了定存 会比你没有加定存还要好 所以关老师会怎么建议 资金的配置的比重到底要多少 其实最好的配置有没有 应该就是股债各一半 然后用定存来做风险的稀释 比如说我如果有一千万的话 用四成 就是四百万你放定存 就是这里 四百万放定存 然后三百万因为股跟债剩下六百万 股债各一半 股债各一半 剩下六百万 三百万债券三百万的股票ETF 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变成说股债加起来是60% 然后不是定存就要占40% 占满多的 是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 如果说我们用那个叫做债券80% 我都没有定存 债券80%股票20% 一般大家会建议就是债券我放80% 然后股票放20% 对债券多一点 股票少一点 但是债券 当你债券比例多的时候 你的报酬率就被整体的被债券给拉下来 所以我不如就是各一半 但是我用定存来做一个 算是避险吗 也不算是避险 我去稀释它的风险 没有错 完全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一张 像比如说 我这里用了一个回流测试 蓝色的 这个回流测试 我先大概说明一下 因为这是美国网站 那个portfolio visualizer 知名网站里面去试算 但是它试算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必须用美国有发行的ETF 它才有办法试算 但是没有关系 我找了两档是 虽然在 就美国跟台湾都有发行的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互相对照 我在台湾的话 我到底要投资哪 台湾也有 对 所以你看这里 有蓝色的线条 你看它是直接往上涨 它就是从一万点 这个叫万点绩效 我一万点一直到最后 总共是上万1587 然后红色的这一个 它是两万9965 到最后差了一点点 所以蓝色这一条的话 要请教老师 这个指的就是一般人家建议的 我债券放80% 股票放20% 没有 TLT就是美国公债20年的 然后EWT是MSCI 台湾的ETF 这是iShare发行的 但是追踪台湾MSCI 台湾的指数 所以20% 然后80%的美国公债 红色的这一条 就是我刚刚讲的 定存是放40% 然后另外各半 另外各半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红色的这一条线 走得非常的平稳 也不会有大起大落 对不对 你看这里 整体人家这边上上下下 它几乎是不是都是很平稳的 一直平稳往上 然后蓝色的 你有没有看看 它真正长起来的话 是这里长起来 就是2019年的时候 当它跌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跌下来 就是整个跌下来 你退休资产 你会放这样的话 你放心吗 当然不放心 我们希望是像红色的这样子 直接的往上爬 但是很奇怪 是到最后 结果好像是差不多 没有错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280 0就是那个定存的组合 这334就是古再 古3再3 4是定存 都投入1万元 到了这是20年的期间 所以这里成长到 古2再8是31587 334的话是29950 它的年化报酬率的话 这个是5.3% 有加定存的是5.34% 对 这个是5.61% 但是就是报酬率 稍微的差一点点 等一下我再解释 报酬率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标准差 你有没有看到标准差 就是这个的波动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风险 它几乎是它的快一半 对 如果说有加定存的话 它标准差是只有7% 但是如果是没有定存的话 又11%将近12% 对 将近12% 所以这个是数字 但是我们从过去 你就来看 是不是它不会上上下下 它就是很平稳的 让你的退休金平稳的往上走 所以这个就是退休金 你会需要的是 是这样子一个组合 所以也就是说 好 我为什么要加定存 定存有没有 不是说你一定得要加定存 是因为若你的风险 希望能够低一点的时候 你才会加入定存 如果我今天是中年的话 我不会加定存 我等于是鼓舞在舞 像这样再这样子就是说 我如果说要让我的334 这个组合 我如果说 怎么比那个差 我要比它好 你知道要怎么调整吗 很简单 我只要降低我的定存的比例 所以比如说我定存只要三成 这样的话是不是这边就有7 所以是3.5 3.53 这样的话我的波动会稍微的大一点点 但是也是相对比较安稳的 对 相对安稳 但是我的报酬就会大于 股根债 所以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因为加了四成的定存 所以我的那个绩效稍微略差 但是我如果定存的比例 稍微再把它减低一点点的话 绩效就赢了 没有错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我即便是加了定存 我的那个投资绩效 还会比没有定存的还要好 假如我的定存只放20% 我是不是就一定会比它还要高 其实还真的蛮 如果不是这样子列出来 真的还蛮颠覆它的想象的 没有错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 这个是伊朗UT 是美国的那个发行的ETF 那台湾相对的是什么 其实它相对的是 那个原大 原大那个 006203 以及那个富邦摩台0057 因为这两个也都是追踪 MSCI台湾指数的ETF 那当然这两个 不是大家那么的熟悉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0050跟富邦的006208 这两个它也是追踪的是大盘 但是其实它跟6203 0057 其实是非常的接近 所以等于是说 如果你要买EWT的话 你在台湾 你也可以买6203 0057 或者是0050 006208 都是一个替代品 那我们再来看债券的部分 TOT我相信大家 今年应该是非常耳熟能详 其实就是原大的00679B 或者是国泰20年的687B 或者是富邦的00696B 中信的00795B 其实都是 这四檔几乎都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你代理选哪一檔都OK 尤其是最近你们又开始会出现溢价 你就可以有其他的替代的方式 所以各位老子刚刚建议大家 这个有加定存 其实真的是非常适合退休族的 不过我们说到退休 到底这个资金的来源 现在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股票定存之外 的确现在也包括了ETF 我们刚刚中信银行 他们最新的调查出炉了 其实现在因为有通膨的压力 我们要请教建勋 在6成5的受访者都很担心 自己的退休金会存不够 尤其现在台湾平均年龄79.84岁 大家觉得已经活到平均年龄80 将近80岁 如果说60岁退休 接下来这20年 财务规划真的很重要 所以活太久会有长寿的风险 就是退休钱不够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大调查里面 他不是讲说超过四成的人 考虑退而不休继续工作 为什么要继续工作 一个就是钱不够 另外就是我是劳碌命 我必须要透过这个工作 继续让我脑袋保持灵活 才不会有什么 有这个退化 脑袋退化的问题 五成的人担忧退休之后 生活费只剩三万块钱 所以变成说很多人 就要继续退休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 感觉入不敷出 在这个调查里面 ETF成为第三个很重要 大家存退休金的来源 第一个退休金的来源是什么 一个是股息 第二个是利息 我们在退休金的 三本柱里面 第一个是政府的年金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雇主题的劳退 第三个就是自己 你要想办法赚钱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自己想办法用ETF来生钱 你看ETF成为这一次 第三个主要的投资管道 前三名 前三名 挤到了第三名 其中又以30岁到50岁最明显 就有一个例子来说 假设有两个人 A跟B两个人 A是每年都是2万块 每个月都是投2万块钱 A是买0050 B是存银行 存到100万 A是要花307个月 B是花4年两个月 其实没有差很多 才差8个月 对 差8个月 但是存到1000万 各位看就有差了 A买0050花16年又9个月 如果你国外存定存 是32年5个月才存得到 天啊 1000万 等于它多出一倍的时间 要差了16年 各位观众 差最多会差到2000万 我们刚才讲 台北市的物价 大概存到2000万退休 这个比较合理一点的水准 我买0050每个月 我花22年 就可以存到2000万 也就是说你大概从40岁开始存 62岁就可以定量到2000万了 如果我是存定存呢 拍摄你要存54年 存54年 我很怀疑 怎么会有54年存得到2000万 银行定存 两个相差31年 这个是为什么ETF 这么红的一个原因 我们只是举这个0050 作为例子 各位可能想说 退休金太早了 我现在不要跟我说太多 我要加薪 自己帮自己加薪 自己帮自己 有被动收入 最近房间很红的 就是各位以前都是年配 现在变半年配 然后季配 季配有些人是147配 有些是258月 有些369月 很像麻将 他在清湖一样 大家就会想说 我就依照他的季配席的 这个月份的不同 我自己打造成为 自己每个月都可以领钱 对不对 好 00919 00878 0056 这个是各位都很耳声能详的 一个基金的代表 我们就来看 我们这个所需章数 00919我买18张 00878买25张 0056买15张 平均下来 我每个月就可以领超过1万块钱 而我要花多少钱 花153万的本金 我就可以每个月领超过1万块钱 等于是我投入的这个金额是153万 如果我想要每个月帮自己 可以多加薪1万块的话 我用153万 用这三档来做这个投资组合的话 就可以每个月多1万块 像这个 可能12月是群艺帮我下蛋 好不好 那这个1月份是元旦帮我下蛋 那个国泰的话是2月份帮我下蛋 每个月可以领 就得每个月都有 对 那如果我是 现在有个每个月月月配的 就是富华高科技优息 929 929 它只要146万的本金就可以 帮大家每个月加薪1万块钱 好 这张主表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北渝你刚才有没有想到 我们只要花大概150万 就可以帮自己加薪1万块钱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包租工 要花1万块钱的收租 你的本金大概要500万到600万 对 的房子 的房租才有1万块 但其实不用 我买ETF很快 我150多万本金 我就可以加薪1万块 这都是为什么 最近ETF这一两年 市值大狂飙这么好目 就像这个 成立不到150天的规模 就超过1000亿 就是这样子 它很容易变成 包租工 包租工 或者帮自己 能够加薪的一个标的 我们说如果是 退休组的话 还是要波动相对比较低的 就是你领的喜要多 但是波动低 对 好 其实我们刚才各位讲说 如果你要用打造ETF 来做退休来讲的话 既然是要退休 我们的波动度就要低 我就跟各位讲说 什么叫高股息ETF 就是它的成分股里面 都是高现金值利率 那你用这样去筛选的话 会筛到什么 比较成熟的股票 比如说中钢 中华电信 这些等等的 那时候IP 风电 这些高本一笔的 就不会进去了 也比较不适合我们退休 我们退休就是要保本 要低波动 讲到高息低波 就是你 它在筛选股票的时候 它会把波动度筛选进去 就是波动太高的股票 我不要 台湾大概有两党 就是00713跟00731 这样子一个高息低波 作为主打的一个ETF 吉林规模有大有小 不一 那这样子的呢 它的报酬率有四成跟35 好像也还不错 一年 一年 所以我跟斐鱼跟大家报告一下 投资学第一门课叫什么 高风险高报酬 低风险低报酬 你既然选择了高息低波 你的报酬率低 但是你的风险也会降低 那高报酬的话 就会风险高 所以你这有几档的高息低波 跟极大的高股息 可以作为一个退休ETF 不错的参考 好 另外我们回到 这个股市的一个部分 刚刚明也有提到 很多人还是靠这个股市来获利的 台湾在创性高之后 现在是在高档震荡 在今天小涨28点 来到18635 不过请教风陆 这个成交量 感觉上在开红盘之后 量一直在萎缩 那么在创高之后 成交量萎缩 是不是代表目前市场追加意愿 其实满薄弱的 没有错 毕竟开盘就涨了500多点快600点 然后你看到了外资拼命大买台积电 然后买一些众业型的全市股 把它指数推升太高 指数推升那么高 接下来它当然就是 量没办法跟上 指数没办法继续攻 但是其实在上汇市场 其实表现还是活泼的 上汇还是创高 所以多头格局没有变 但就指数来讲的话 刚才肥宜讲到 这个量是一路的往下坠 没有量指数就难以推升 而且这么大一个缺口 对照造成缺口的最大的原因是谁 是台积电 台积电其实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最新的梗图 叫709新兵 过去是688老兵 现在是709新兵 结果当天开红盘之后 最高709到今天最低点 已经来到多少 674块 少了30多块 其实对照指数大概少300点 但指数也没有跌 没有 其他人把它撑起来 金融有占领一部分 还有就是传产相关比较位阶低的 那你再来看整个盘面上 气氛好像今天没有这么好 今天指数其实还是收红 但气氛没有很好 为什么 你看像四星K1 行中开放盘冲到4000多块 4400多 隔天外资还大推他的目标 就到4880 结果两天回来 是不是因为美超围 在上个礼拜五在美股当中中挫 中挫两成的幅度 其实美超围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们下一部分才来讲 为什么 因为你先看到的是 这个是大型重要 一个是拳王 一个是股王 其实他们的高点都是在哪里 上礼拜四 所以你要留意这一点 那要讲到美超围 先看一下伟创 伟创其实有没有过高 没有 这一次AI大多数都创新高 他没有过高 来到这个缺口 前方的套套区 就没有办法过去 股价又下来 跟他有同病相连的是广达 也没有创新高 所以AI族群的话 现在要先落袋为安 我认为应该是佛工高 都要先做获利调节 因为你看 不管是有IP概念的 私心KoI 他其实在礼拜四就创高 跟美超围一样是做server的 伟创 他其实也没有创新高 好 广达也没有创新高 而且伟创工广达 他们的营收都是什么 连续衰退 他有拿到GPU 伟创工广达还没拿到 他都已经先拉回来了 那伟创工广达上去的空间 会相对比较小 但是回到这里 你也不用太悲观 因为其实他把这个 整个缺口做了一个回补 对不对 往下的空间相对有限 如果他能够回来缺口 补这个缺口 还是要买 还是要买 因为未来会不会拿到GPU 会 所以只是说上半周 在徽达公布财报之前 你先做宏高率调节 财报之后 再来看徽达有没有大涨 让带动市场 如果没有大涨 那就多等一点时间 让他们回测到季限支撑 再来买 毕竟今年你怎么看 AI的成长 整理成长数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台股在现在高档震荡 又亮缩的情况之下 哪一个族群是比较安全的 上礼拜五 其实有一些族群开始转强 有创高的话会比较好 爆发力比较强 我先帮大家整理一个是 第一个族群是在水资源部分 好 水力署其实在台湾本岛 它设立8座玉万吨级的海水淡化厂 包括有桃园 新竹 台中 嘉义 台南跟高雄 这个全部完成 可以增加85万吨的水可以运用 请大家留意 过去大家讲到水资源 只有想到一档股票叫国同 因为它确实有营收 政府要投入这么多的水资源 资源有3600亿 它在首定当好129亿 而且它原营收漂不漂亮 漂亮 4.49亿 所以股价其实这波一路的往上创高 其实它是在创近年来好几年的新高 真的有赚钱 好 可是跟它一样会去竞标这次2月底 要公布的这个海水淡化厂的表案 有另外一家 大家觉得这两家是最有可能得到的 目前来看它得到的机会比较高 因为它才刚刚拿下了 高雄男子再生水厂的BOTI 山林水 山林水 它有80亿 这家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那就是现在我在讲的 大型全职 大家比较知名的 大家股价都涨一大段了 所以现在资金就来到这种 比较没有这么让市场熟悉 那价格又比较便宜 它才30多块 那你看今天 国统继续往上创高 创高拉而流上一线 可是像谁 水资源的山林水 它是怎么样 直接创不断高点 那它的营收其实也不错 云烟营收也开始年增 那它的母公司是谁 立期 立期更便宜的是10块 只有10块 集团都有 而且它营建股的营收 其实在远远都已经开始回温了 年增有119% 10块 重点是它每年都配息 连续16年都配息 以它去年前三季赚三毛钱 第四季再往上增加一点 是有不错的一个获利 那配息也很稳定 另外一个就是上礼拜 外资全面调高的自行车 然后它调高 它就说库存已经结束了 高阶库存已经结束 现在要回温 还有奥运题材 所以自行车族群 现在也可以留意 我觉得可以 可是这其中一面 它主要提到商场公司 叫桂萌 美利达跟巨大 优于大盘 优于大盘 那桂萌是买进 可是你看他们的合理股价 如果用美利达跟巨大 一个200 一个210 基本上都到了 一天就到了 一天就到了 都已经来到这个价位 那我把它做一个比较的话 还有一个拓凯 因为它比重没有这么高 它做碳纤维 股价感觉好像还没有动 股价还没有动太多 重点是它去年前三季 还加业外就有12.99元 是 那股价对照美利达 去年前三季赚不到7块 巨大赚不到8块 这两个都200块以上 那它去年前三季就12.99 那今年说大概营收 可以成长10个percent 那我会认为说 它可能比较具备 有更高股息的概念 因为接下来大家要去留意 高值率的提债 去年拓凯配11块 美利达大概配7块 巨大大概配7块8 拓凯的价格就最便宜 我觉得法人未来 可能会思考说 我要去买高值息 高股息的股票的话 那像这整个族群 既然外资都看好 那大概往下空间有限 但是你要让它有爆发力 再涨多一点 超值 有殖利率保护的 我觉得4536拓凯 倒是可以留意 刚刚我们提到 包括在股市债券 还有在定存的部分 都可以做未来退休 这个投资的一个规划 不过究竟到底要存多少的钱 才可以去支付退休生活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